大家关心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在昨天晚上七点病逝 享受86岁 上个星期六 他在台北京华酒店聚餐的时候 突然昏倒 紧急送医 装上叶克膜抢救 一开始院方表示 在开刀之后 他的情况有稳定下来 不过昨天下午 江炳坤的病情急转直下 院方证实在家属的同意下进行把管 包含了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都赶往医院 而国民党中央也发表声明 表达哀悼 前总统马英九 面对镜头表情相当沉痛 不愿多谈 包含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有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董事长孤重量 都匆匆赶往马街的家户病房 要见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最后一面 江炳坤于上周六 于京华酒店餐序时 突然昏倒 紧急送医之后 医生研判是主动卖玻璃 引发心肌梗塞 紧急开刀 并且装上叶克膜 一度状况趋稳 没想到在十号的傍晚 病情急转直下 经过家属同意之后 进行把管 众人不断祈祷 但江炳坤还是没挺过 七十二小时危险期 这样感到现场的 江炳坤太太等家属 伤痛欲绝 国民党也发出声明表示 江炳坤董事长一生的付出跟贡献 是国人最大的资产跟骄傲 我们永远怀念他 还有机会也透过声明表达哀痛 江炳坤在台湾政坛 贡献超过六十年 他的病逝也令各界深深怀念 记得算命理洪杰方 起年报导 江炳坤 江炳坤 国民小炳坤 岩厅 江炳坤